觀眾朋友 到底是教育部違法濫權 升政治黑手干預臺大的人士 踐踏所謂的大學自主 還是臺灣大學以及臺大的 臨選委員會自始至終都是違法 然後到現在死不認錯 把管事件 到目前為止已經就像是前教育部長 黃榮春先生所說的臺大校長 這個位置真的很像魔戒 魔戒一帶上去之後 你就會號召兩邊所有的 自己認為是光明正義的那一邊 以及另外一邊 號召所有的人開始要來勤王 要來殲滅對方 把管事件到目前為止 已經導致學術界知識界呢 有完全不同的立場以及論述 支持教育部把管的聲音是說 這根本無關大學自主 還沒賣賣 這個關鍵是在於說 領選過程本來就是違法 針對違法的領選教育部 本於他的法律職責 當然要來駁回 當然要來去制止這樣的違法行為 可是呢支持管宗敏擔任校長的認為是說 無論如何從頭到尾 臺灣大學以及領選委員會 經過三次的確認都認為包括所謂的懸術倫理 也就有人說的抄襲事件或者是獨立董事 這種違法兼職或者是附中到大陸去兼課的問題 通通都不存在 既然是大學自主 當臺灣大學不管是領選委員會 或者是校務會議做出這樣的決議的時候呢 教育部只能尊重只能接受 而莫名其妙用那種籠統空泛不確實的所謂的市政 來去要來把管這是強害大學自主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這個魔界到底接下來會引發什麼樣的一個紛爭 而所謂的事實是非到底又在哪裡 先來介紹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兼任教授金傳春金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 再來歡迎是臺大法律系的名譽教授賀德芬 賀老師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臺大社會系的副教授范雲范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待會也非常關心高教問題的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的教授 周朱英周老師也會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先來看看為什麼教育部硬是要把管中民准台大校長的身份拔掉 而且明確表示他不得再去參選台大校長 以及接下來台大之前在附中發起了所謂的抗議教育部黑手 以及要在兩天之後發起五四罷課的行動 台大校長 台大學 眾多台大學生和教授集結在校園裡要爭取大學自主 以行動抗議教育部駁回台大校長臨選結果 不依法聘任管中民痛批是蠻橫行事 在台大附中系滿了黃絲帶並拉起布條 要教育部不要將手伸入校園 有台大教授批評 台大校長不該由政府指定 要求行政院長賴清德公開道歉 依法追究失職人員 並向外界喊話 呼籲知識分子 應該要拒絕參與二次領選 臺大自主聯盟宣告 五月一後開始將啟動一連串活動 五月四後更要罷課二十一分鐘 而日前臺大臨選委員會表明 沒有合法理由 不會重啟領選 不過領選委員之一的臺大教授沈冠林 一號發出聲明指出 領選委員會沒有經過委員同意 就建築媒體表示拒絕重啟領選 所以他宣布請辭臺大校長領選委員 事情演變至今 大學自製的內涵 和精神到底為何 誰是誰非 監察委員也要申請自動調查 以釐清責任 記者 清老師先來請教你 其實所有的正義都出在這一條 大學法第九條講得非常清楚 新任的國立大學校長 公立大學當然就是各地方政府去指 我們就談國立大學校長 是由學校 由學校自己組 校長領選委員會 教育部是無權干涉 他的所謂的那個組成是怎麼組 不過當然教育部有代表在裡面 可是這個組成的權力 是在台大 但是他有幾個要件 要公開徵求 然後呢 要有領選的合法 公開公正的程序 這個結果之後就要由教育部來聘任 聽起來都沒問題 因此台大或者是庭管的人認為說 你教育部只有聘任這個選擇 沒有退回這件事嘛 如果這兩個要件都符合 你只能follow第三個 只有一個選擇 聘任 不過教育部跟反管的認為說 沒有錯 如果這兩個要件都支持 都同意都符合的話 教育部理所當然要聘任 可是這裡出了問題 也就是所謂的管中民兼任 台灣大哥大獨立董事 或者是說違法兼職的這些情形呢 有問題 而且沒有揭露這些重大資訊 因此零選有問題 退回這個零選結果 為什麼你們認為這件事是 強害大學自主 我當然可能不能夠代表 所有的台大教授嘛 因為我們台大已經有 兩批不同的人的想法 那我也有去聽這個 法律系這個反管派 辦的那個座談會 因為我認為在台大裡面 有不同想法是想當然而 那可是我們怎麼樣去尋求一個共識 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 不管是台大內部的共識 以及跟教育部以及行政院 和那個總統府 我們都在溝通 那我我只是覺得說 這一次的事情發生到這個 有點有點就是說 因為我是學公共衛生的 所以公共衛生 他最重要就是預防 預防勝於治療 那去年四月 四月這個知道楊 楊校長這個不能夠續任的時候 其實我有找一些關心大學 就是尤其台大這個未來 未來的這些包括以前的 這個做過副校長的 以及就是說關心這個大學的這些 還有這個還有就是我們校務會議代表 好那還有曾經有過 領選經驗的 那我們大家就那時候 候選人名單也沒出來 然後這個領選委員名單也沒出來 我們那時候就在討論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看領選辦法 有沒有一些瑕疵 是 那結果大家又告訴我說 這個金老師我們這個現在 台大每一次選校長 那個領選辦法都不一樣 我們才剛剛通過新的辦法 所以這個辦法還沒有去適用之前 就是去嘗試用 嘗試用之前 我們現在不方便做任何改 那後來我就說 我們應該在校務會議 做一個調查 我們對於未來的新校長 就需要具備什麼樣條件 應該做一個 結果也都沒做 那時候我Valenteer要做 可是我因為我已經不是校務會議代表 那所以我覺得到今天發生到這種事情 我想我們當初在有這麼多人去支持 這個大學法的成立 包括賀老師這些都做了相當多的努力 好那我知道就中央大學有這個三件課 然後再加上賀老師 再加上劉延俊 就大家過去都都做過這些這些的事情 怎麼會今天演變到這裡 那我想說當初很可能是官派校長 要很快的要開始要轉到大學法的時候 其實也經過很多次的辯論 公聽會等等 然後這個 然後就是立法院一讀二讀這樣子 那可是很明顯的就是 我們對於領選校長 國外一流大學是怎麼做 我覺得我們的認識差別有點大 我請教 如果依照大學法 您認為在四天前四月二十八號 教育部正式發函決定 退回臺大領選委員會所提出的 臺大準校長管忠明 這件事 教育部有權利做這個動作嗎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我看到這個 就是早期這個潘部長 潘部長因為我發現他所有的發言 離這個高等教育的想法差太遠了 因為高等教育現在已經變成是國際競爭的事情 他還在那邊好像就教育部來核准 他一直 focus在教育部核准 然後就說你校務會議為什麼不去討論 其實大家現在臺大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臺大要體身國際 那所以大家就不希望說裡面也好 校友也好 就是造成這些 因為這些事情造成一些紛爭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我們有那麼多人要在選校長 又從副校長到院長 這通通都是我們的 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一旦選出來了 我們就大家應該是全力支持 那我 我的 我的看法就這樣 或許教育部有權利 但是他不應該用這個權利 來去阻礙臺灣大學 因為我們是覺得說 造成臺灣大學內部的很大分 局面來說 這個對年輕老師壓力就很大 你去看這次公聽會 沒什麼年輕老師參加 那上次選校長的時候 我也是發現 一些校區都沒有四十歲以下 年輕老師 這個影響很大 所以 某種程度 因為其實大學法 其實是賦予教育部的聘任權 所以換句話說 他可以聘任 當然也可以不聘任 可是他要說不聘任 他要有決絕對對的充足的理由 跟證據 否則 他就是濫權 那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 所謂的教育部 是不是站得住腳 教育部長 新任的教育部長吳茂坤 他說 管忠銘去年 研究違法兼任 這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合法兼任 就是報備兩邊簽的產學備忘錄之後 你就可以順勢地去當 台各大的獨立 懂作 可是呢 你沒有在所謂的正式核准之前 你就去開會了 那這個叫做違法兼任 而且除了獨立董事之外 管忠銘還參加 台灣大各大的審計委員會 還有薪酬委員會 在台大核准之前 就已經參加過四次 不管管忠銘 有沒有主動揭露 台大領選委員會 也沒有善盡資格審查 兩個問題 管忠銘違法兼任 第二個問題 領選過程 這個程序 充滿瑕疵 因此教育部把管忠銘拉下來 台大領選會說 管忠銘兼任 台大獨董審計委員 跟薪酬委員 台大校方都知道 而且分別在去年五月十七 九月二十二 就已經同意 管忠銘兼任 台各大這三項職務 第一個 剛剛我們釐清 金老師 你認為 教育部確實有某種權利 但是他行使這個權利 要非常非常謹慎 對 這件事情 他有濫權之餘嗎 我個人認為 就吳部長最近講的話 就是說認為台大是 叫做什麼 民粹選校長 我覺得這個太侮辱台大了 這是我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 吳部長講了 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校長的 這個領選委員會 是校會責成 這個 這個校長 其實這個大學法裡面 第九條就是 就是林選委員會 第十五條到第十六條 才是校務會議 所以兩個是分開來的 校務會議是針對市 是 是針對市 就你學校裡面發生 任何事情 你就在校務會議討論 可是校務會議 不處理人的事情 不處理人的事情 選校長的事情 完全在第九條 第九條在第十五十六條之前 對不對 所以所以我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說 你怎麼可能 就是說因為你 你今天你部長講話 就要很權威 好對不對 你要你講的每一句話 都要得到知識分子的敬重 金老師我請教你 管中民在 儘管他有報備 但是在臺大 沒有發出正式核准文之前 他就已經去當了 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以及薪酬委員會 等等的職務 這件事會使得他 不適格當臺大校長嗎 違法兼職 會使得他不適格當臺大校長 我所知道的 我就我所知道 因為我可能有 我也有疏漏 我所知道的 就是臺大的人事事 所有東西 不是說只有管中民的案 還有很多其他的政府官員的案 都是馬上來 然後你是事後的 然後不只這個 還有包括上電視台大 做電視節目的 這是臺大教授 兼職比比接受 對對 臺大教授活潑的不得了 所以你事實上 臺大這個人事事處理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用一種信任的方式 然後因為我們要鎖嘛 鎖到醫院 然後到校方的人事事 所以我上次聽他們告訴我 人事事很多的那個 那個那個 真正到最後核准的時候 到校方核准的時候 那個時間都會有一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有一個差距 有一個差距 那我再請教一下金老師 不好意思 那個賀老師跟凡老師 因為我可能一次把那個 很多問題請教一下金老師 同樣另外之前另外一個 臺大校長的那個候選人 他叫做周美營 周美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 他是候選人 臺大校長候選人 同樣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叫做廖俊志 他也是這一次的臨選委員 在臨選過程中呢 包括兩位像是黃光國 黃老師 還有另外一位王立生 黃老師 就問這一位候選人周美營說 臨選委員是你的指導老師 你認為這是否應該要回避 是否構成回避問題 如果周美營他的指導老師 是臨選委員 這構成回避 利益回避的事件的話 又為何管忠明 他當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而且他還是薪酬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他另外一個臺灣大哥大的副董事長 蔡明星是臨選委員 這就不需要主動揭示 就不需要利益迴避 就不構成不公平的臨選制度 其實你問的這些問題 因為我不在臨選委員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我相信臨選委員 他們在一月三十一號 不是教育部來了幾道金牌 他們又開會又去討論了 所以我我我因為不在那個會議 所以我沒有辦法代表他 我相信這些問題 他們有討論過 然後我記得在報紙上 我所看到的 是因為廖院長 他其實是兩個學院選出來 我覺得一個 今天你去看美國的領選 美國的領選 他不是像臺大這樣是用選票 臺大是用選票的 那美國的領選都是 他們選到的這些人 他們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公正 而且非常的超然 然後不是 不是真的是只有選票 我們臺大每一次選校長 我們爭議非常大 就是我們通通都是用選票 也應該按照你的 那個學校的教育 比如說我們選教育 對教育有熱誠的人 就是選一個 然後對學術研究有熱誠 選一個 然後對社會有貢獻 因為大選要對社會有貢獻 那選一個 所以金老師我這樣理解 我們是各學院各所 其實提名字 然後一直這樣子選 我瞭解金老師 你的意思 或許我這樣那個揣摩 您的意思是說 臺大領選委員會 透過自己的一個嚴格 嚴謹的一個審查方式 或許這個所謂的利益迴避問題 外界很關心 但是否應該要利益迴避 而這個不迴避 或不主動揭露 是否構成不公平的 這個競爭 這是要由臺大領選委員會 來去判定 而臺大領選委員會判定 這不是所謂的利益迴避問題 那就必須要尊重 臺大領選委員會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這些東西 我那時候去年四月提出來 我就是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瑕疵 可以討論 是 那時候大家都說 新的辦法 就是這個要適用過才可以 那不討論 那不討論 等到這些問題出來了 有些人進到林選委員 有些人進到進到這個反管派 那你那時候等到這個選舉完 一旦公布以後 你再來講 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有點有點就是反而造成爭議 所有東西都是應該在事情 何老師 接下來可能要很多問題 要請教您 那個特別是 如果我們把一些事實 釐清的話是 管中敏管教授管院士 他確實有向臺大校方 申請他要去擔任 臺灣大哥大的獨立董事 以及薪酬委員會 在事後呢 不管是臺大校長 或者是所謂的 那個臺大校方 都也同意了 不過在正式發出同意文之前 管先生 管老師 也已經去參加了 薪酬委員會的開會 我想問的是 如果我們把順序弄起來的話 大概就很清楚了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臺哥大就喊請臺大說 可不可以讓管中敏來 擔任我的獨立董事 那管中敏在五月的時候 就送出說我要去當 然後這個申請表 五月十七號 臺大校長楊叛池就說好同意 不過這個正式文還沒發出去 可是在這中間 管中敏已經去參加一次的薪酬委員會 那之後當然校方同意簽了 兩邊的所謂的合作變換物也都簽了 那因此我想問的是說 從頭到尾看起來 管中敏確實有申請 只是呢 他在臺大發出正式的函 之前他去開會了 或許這有瑕疵 但是這個瑕疵 真的大到構成教育部硬生生把管中敏拉下來 大到像是您這樣的學者 硬生生認為管中敏不適格嗎 謝謝主持人 今天把范雲跟這個傳春都帶來 我們當時都是這個教育改革的這個同志 這個從這個野百合 然後我們的大學自主 那在二十八號 教育部發了這樣的一個命令之後 其實我要聲明 那是一個行政處分 不是什麼政策 也不是什麼一個大了不得的一個決定 他是一個簡單的行政處分 那這個之後 這個金教授就給我寫的一封信 說你現在覺得快樂了吧 Happy了吧 我沒有 我只想哭 因為我覺得本來這個是我們臺大內部的事情 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大學自治 到今天被玩弄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變成 藉著這個題目變成政黨正式的 在台大校園裡面鬥爭的一個盛向 這是讓我非常覺得痛苦而痛心的一件事情 那照道理講 這剛剛也講過了 這中間的錯誤一再的呈現 從領選委員會 剛剛是最早的這個領選辦法 我覺得金老師他其實是非常了不起 他對這件事情一直非常非常的關注 所以他一直介入 而實際上像我自己呢 我從第一任校長選過之後 就很非常的灰心 我就不再過問了 所以這就可以知道 除非像金老師這樣 你從頭到尾都參與他去 甚至連候選人或者台大 其他在職的教授 都沒有這麼熱心過 一般人不會知道他內部的一些情況 當然是等他整個先行外洩以後 我們才發現他中間有這麼多的瑕疵 而這個瑕疵呢 當然我們的做法律人來講 他這個違規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你還沒有簽約 你已經就去領了這麼這麼多的薪水 我們如果從現實面來講 我們現在大學的高教的資源分配 已經非常不均勻了 他不但做講座教授 拿著講座教授特別的薪水 還有去拿著這麼高的這個待遇 那你這種情況 當然是法律是這兩年才開始允許 臺大的大學教授可以去做這些財團的所謂的董事 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根本不準的 是 我們那個時候要求 對我們自己自我要求很高 對臺大的期望也很高 所以這種事情 你當然必須要披露 所以我們認為他不披露這個誠信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這個跟這個中研院的那個廖院長 他我當時我看新聞 因為我不像他一直去去參與這個過程 看新聞 我也是覺得中研院長應該要回避 應該要回避 可是當時的林選委會 就是百般的呵護他 就說這呵護規定了 法律沒有規定 不能不需要回避 那法律不可能規避了 這麼細膩啊 你要幾親等以類是什麼指導關係 不可能規定 所以本來在大學裡面 我們就有相當高的道德性 要求 否則你要要求自治 你不能夠有高的要求 不能夠先有自律 你談什麼自治 所以談談自治的話 就是說我法律可以放一塊領域 讓你自己去決定 那這種決定 其實我覺得從那個廖院長 他的回避 所以這個林選委員會 就處理得非常的不恰當 所以您認為 教育部退回管中民的這個 林選結果 不構成傷害大學自治 我覺得完全跟大學自治無關 那會不會 教育部是選擇性的 所謂的政策 選擇性的捍衛大學法 譬如說陽明大學 對的校長 國旭松 他同樣也是去擔心悅生技的獨立董事 他甚至還是心悅生技的薪酬委員會的召集人 但他可以順利當校長 這個就是教育部原來失職的地方 就我們的立場 你就是老早就該嚴格的去監督大學 因為我們講的大學自治是學術的方面 那這個完全是行政方面 行政方面 他的上級長官就是教育部 這是行政一體的道理 所以你認為就是教育部要一套標準 一套標準 對台大對陽明 對所有學校都一套 對 因為陽明大家不太care 所以我都根本不知道 陽明有這種事情發生 但我們知道說也非常的訝異 你教育部怎麼會沒有去處理 那這次臺大事件不是教育部要主動的 是我們要求的 他也不敢處理 因為這個大學自治的帽子 實在太大了 教育部他真的投鼠忌器 果然就是這樣 當他一處理的時候 馬上就翻天覆地 我再換個角度請教賀老師 是我們一直要求你要處理 如果說這個零選過程中 這樣子類似瑕疵 也就是候選人 有去當人家的獨立董事 不管是那個事前沒報備 或是還沒正式發文 你就跑去了 或者是說其他的瑕疵 或者是說有一些利益迴避 沒有揭露等等的 就要把零選委員會最後結果 把他否決掉 動不動就用這種方式 去推翻各大學的零選結果 難道不是對大學很大的傷害嗎 我們當時沒有說 直接要他否決 是要他介入 要去調查 所以教育部尊重臺大 是希望臺大提出說明 可是臺大自我閹割了 然後他根本就不做一次實質的說明 甚至他對抄襲的這樣的定義 那真是惹露了所有的知識分子 既然是說這個是什麼研討會 已經審查的就可以抄襲 所有的教授都不能接受這樣的定義 這就是說 臺大真是有非常大的問題 您的說法跟黃武雄黃老師的說法很類似 我們等一下會再來就這個部分 這個等一下我也要comment 我也要comment 因為這個自然科學跟人文社會科學 還是有差距 好解 不過我請教黃老師 那你不能用這樣草率的一個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包括清大在四月二十九號 不過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的教授 周祝英 周老師 很久不見 非常謝謝你 待會兒也有很多事情要請教你 我們先請教一下范茵范老師 清大在教育部做出退回 所以領選結果之後隔天在清大清華園 我就是清大的 所以清華園我還算蠻熟的 那做了一個四二九宣言 那幾位已經之前的前校長 還有清大幾位比較重要 那個誠心當然核心的行政職的 這些老師教授們呢 共同別的黃師帶說一個宣言說 人類的主要價值在文明 而臺灣的重要價值在民主 大學不僅是要傳承跟創造知識 跟要捍衛臺灣這塊土地的價值 那他談到說一定要捍衛臺灣民主 跟學術自由 也呼籲執政黨裡面的臺大人 你不要忘記當時的臺大訴求 當然他之前還談到廖偉辰事件 然後廖偉辰被抓走了之後 幾年我就進到臺大 所以還算熟悉這個事件 因此清大要求蔡總統 讓教育部收回這次領選事件的層命 就是不要讓 不過現在已經沐以成州 喊都發出去了 第二個立即修改大學法 領選委會選出來的結果 就是結果了啦 教育部沒有所謂的聘任 不聘任這個選擇 就是結果 這是要修大學法 第三個落實黨政軍 退出校園 這是一個比較價值性的宣示 但是呢實際的批評 恐怕要讓媒體人來 我們來看看王健壯 怎麼罵民進黨 或罵這一次教育部的 王健壯他說呢 民進黨政府 果然已經淪淚成為一個 胡作非為無法無天的政府 比他們一向痛恨咒罵的 國民黨政府還不如 還更不知民主法治是什麼 管中民是台大經過三階段 民主程序選出的校長 二十一名有權力的 領選委員 有十二個人投票給他 不過沒有權力的那個教育部 反而要求領選會再次開會 而領選會奉教育部指令 再開會 全體委員這一次是用共識決 確定管中民當選沒有疑義 可是教育部有否決權嗎 當然沒有 教育部跟校長領選程序跟結果 都沒有權責隸屬關係 純粹就是台大校內事務 教育部憑什麼棄台大 臨選會結果於不顧 視台大臨時校務會議的決議 如糞土 這是不折不扣的違法 他講教育部違法 不折不扣的濫權 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教育部 家租管中民的罪名 像是說有經濟法律上 重大利益未迴避 就是講蔡明欣跟那個管中民 這事情 然後家租台大的罪名 像是沒有善禁幕僚 單位應有的責任 就是說你還沒有去查查 包括違法兼職 包括附中兼克這些問題 導致對其他推薦的候選人 偏頗不公平競爭 請問這些指控 哪一項具體 哪一項依法 事已至此 臺大師生 臺大臺灣的知識社群 還能默耳而息做事 民進黨政府濫權 而毫無作為嗎 他就要求說 大家要起合反抗的時候 起不來起不來反抗 這是大家的選擇 可是我問他剛談到幾個 臺大經過三次合法的程序 選出來這樣子的一個校長 不管你喜歡或討厭 他就是合法程序選出來的 而這件事是臺大校內的事情 關你教育部什麼事 教育部無權無法去要求 退回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說那個王健壯 那個先生 我非常的尊重他 那就是說但是 可能這件事情 我們有理解不同的角度 因為現在主要有兩種爭議 一個是實質的問題 一個是法律程序的問題 那法律的程序就是說 大學法到底有沒有給教育部 就是說可以就是把這個東西 退回臨選委員會 這個東西我想要打行政 就是說官司的話 我覺得蠻好的 也可以釐清這一點 但是就是說台大校內 這個所謂的三級的程序 處理完的東西 有沒有法律爭議 那這件事情是目前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那關鍵就在於就是說 至少對我個人來講 比較是在那個 林選委員會利益回避的那個 就林選委員會本身的 組織的規則上有定說 有具體事實 族任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餘者 那這樣的人應該要回避 其實他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個回避是我要自行 自我回避 還是那裡面有講到說 有候選人可以提出 所以就像剛剛賀老師講的 就是說 好那至少院長跟副院長 這件事情有經過討論 那後來沒有回避 而且這個部分就是說 可是這個讀懂跟副懂 這件事情 從來沒有人提出來過 當大家如果現場討論到 院長跟副院長都要的時候 讀懂跟副懂心裡面 就是說他們難道沒有覺得 這也應該要提出嗎 所以我想現在是這個法律 沒有講得很清楚的部分 台大內部原本就有很大的爭議了 至少我不是念法律的 可是台大法律系的一些 其實對民進黨政府也有很批判的 你絕對不能說他是綠的 所以你不能說這是綠色的力量 今天我要講 如果台大校園有政治力的話 是國民黨才有實力運作 綠的根本沒有實力運作 校內 那當然就是說 這件事情我覺得不應該用政治力 我們還是要回到法律的爭議 那現在可惜的就是說 當臨選委員會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內部沒有一個寫下 我們內部沒有一個寫下 所以接下來的法律說 要怎麼處理這個部分 那那次開的校務會 又非常的可惜 所有的學生代表的體驗 希望釐清的時候 非常可惜 就是說那天會議的 就是說沒有機會 而且全部都擱置 那我想就是說 那有讓學生講話 有講話 但是所有的案子 沒有實質討論 那當然就是說 對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好 今天整個社會 關心大學自主 那賀老師跟我們 我們從很早以前 就關心大學自主 有這麼多人關心 我覺得是好事 那剛好把這個事情 好好地辯論清楚 做為長期關心大學自主 對 范雲 你會認為這件事 教育部傷害了大學自主嗎 我覺得教育部事情 也沒做好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當初 在一月的時候 我們臺大好幾位 特聘法律教授 然後提出說 臨選委員會 不符合臺大內部的 臨選規則 有利益迴避的問題的時候 如果當時教育部 更清楚地聲明這個原則的話 而不是說丟給臺大自己處理 那丟給你們 就是說 校務會議去處理 校務會議處理成這樣 那當然校務會議做得不是很好看 也不民主 就是學生在抱怨說 你不符合意識規則等等的話 那今天教育部要用這個東西來講 會有爭議 不過范老師 我先講完這個部分 就是說 因為非常多 全國很多大學的校務會議 都開得不太民主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得 屏管的人有道理講說 那你當時叫我們校務會議 自己處理 那我校務會議處理啦 票數都有啊 雖然很難看 可是是校務會議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時教育部 就處理了 也許問題就沒有這麼嚴重 這件事讓我想到幾年前 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就是那個公共電視 其實也是 就是有很大的政治力界論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 看起來節制權力 是所有政治人物都不懂的事情 他有權力 但是儘量節制這件事 他永遠學不會 但是看起來台大呢 也是用比較低的標準 在要求自己 用比較高的標準在看別人 台大的校長選過那麼多件 哪一次在這過程中 有這麼高的 很顯然 對 在這個零選過程 有爭議 看起來也真的有瑕疵 就是說你沒有正式回函 你就去接 可是這個爭議 這個瑕疵 第一個真的構成說 要用政治那麼大把的刀 把管中民拉下來嗎 又或者是說 難道這個爭議瑕疵 真的要透過召喚一個更可怕的 政治巨人 用那樣子的一個 絕對的手段去施壓 而且不能用其他的東西 對 但是這點我要談一下 就是說大學自治對不對 可是教育部不是完全沒責任 那事實上教育部有很多的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輔大 大家記不記得校園性騷擾的事情 後來教育部就站出來說 輔大處理的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那臺大有好幾個人事案 就是升等案 就是升等的條款 到底能不能規定幾年 後來臺大其實是輸的 因為教育部駁回了好多 就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部分 除了講學跟言論自由 教學自由之外 其實在行政上 譬如說性騷擾的部分 教育部 其實是會駁回大學的決定 甚至升等相關的爭議 教育部也會駁回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不是所有的大學 我看到周老師一直在搖頭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周老師 我們其實在座 很多都是堅持大學校園自主 那其中也有一位 黃武雄黃老師 應該是各位都很熟悉的 那在幾天前在連署上 發表了一些文章 也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他說這確實是台大自己 領選程序出了問題 譬如說違反利益 迴避者這問題 這一開始是台大教授 跟學生質疑 是有台大自己人質疑 教育部才進來的 並不是教育部 主動無端伸手介入 這是一個 第二個根據大學法 台大校務會議是台大 最高權力機構 領選委員會是受 校務會議決製 應該要承擔責任 釐清問題 做成決議 這才叫做大學自主 大學自主不是只有權力而已 也是責任 可惜的是三月二十四號 當很多學生 跟老師提出一些 所謂的實質討論 跟建議 跟所謂的提案的時候 五個案子 通通都被擱置 台大校務會議 來逃避 釐清爭議的責任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張 黃永雄老師 他說呢 因為教育部給了台大 自主解決內部 重大爭議的機會 因為之前一直發文說 台大你要說明啊 為什麼是這樣 台大校務會議 卻用議事干擾 封殺所有 釐清的提案 這些提案是校務會議的教授 跟學生提出的 而不是教育部提出的 因此很顯然 台大的校園民主 出了問題 黃五雄認為 不認為 教育部要求 台大重啟領選 是不尊重大學自主 他談到說一九八零年到 他一直在爭取 這些大學自主 當時是因為 黨國控制人民思想 控制校園 台灣沒有言論自由 那時候的 知青黨部 用台大行政人員 包括校長 意識干擾民主提案 他記憶猶新 二三十年之後 大學自主理想 被如此扭曲 他只有仰天浩炭 我再請教一下 周老師 是否就是台大自己本身 出了嚴重的問題 教育部 不得已 才用行政 把他執政 這件事情 我想我有三個觀點要講 第一個觀點是 這件事情呢 整件事情 第一個我必須要聲明 我不認識管忠明 我只知道他是中研院院士 他是SSCI當時的倡導人 第一我不認識 我也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 我是勸他不要當了 因為這個校長不會好當的 不會好過的 我要講的第一點 這件事情 我看到一個就是 Double standard 雙重標準 我記得我在 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就已經寫一篇文章 叫做 台大新任校長 是否因中研院而偉大 我多年來倡導 中研院要跟台大合併 這樣台灣就有一所 只要有一所 世界百大就好 其他的大學 就可以正常的運作 當時我曾經 看這個資料裡頭 林選委員的二十一位委員 當中有六位 是中研院的相關人士 候選人當九位吧 是不是 裡頭有三位 是跟中研院有關 而且其中我一直呼籲 這個廖 要那個院長 一定要回避 因為利益回避的問題 是 但是台大沒有處理 台大校園也沒有 親說要處理 好啦 現在管中明這個事情 出來之後 我看到就是Double standard 完全就是兩套標準 在要求 當時的學生 當時的這個所謂的 其他的這個有意見 對管有意見的人 為什麼沒有出來講 這件事情 我今天想 如果今天是中研院的三位 候選人當中的一位當選的話 對不起 他也會重量被人家捅出來 因為還是有利益回避的問題 所以我就推回來想 第二點我要講的是 這裡頭 台大校長的選舉 不再只是校園這個這個自主啊 什麼學術自由 我不認為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因為裡頭 有一個龐大的利益 台大的土地有是全台灣的百分之一 我是在思考這裡頭 是不是有什麼龐大的利益集團 希望能夠找一位比較弱勢的校長 然後他們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夠參與在裡頭 Takeover 就像我等一下再講 教育部部長 前部長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在思考 是不是接下來 教育部 這個如果能夠找到一個 他們合適的 台大希望的校長 接下來就是大學行政法文化 台大的土地接下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所以我看到的這裡頭 第二點我講的是一個利益的 是一個利益的事情 第三點我要講的 其實我要必須要為潘文中前部長講一句話 他跟這一位 這位前部長其實是一個溫良公檢讓的人 但是是什麼原因 讓他必須要站在第一線 而且要處理這種這種所謂的 要台大卡管事件 而且最好玩的是 這麼樣熟悉行政事務的老官僚 他怎麼會不發文 而且是用下命令的方式 八條命令下來 沒有任何一個公文 甚至做一個老官員 他至少打個電話給管中民 打個電話給學校 找來喝個咖啡聊一下 這個途徑 這個在過去的 所有的這個 所以您是認為政治已經決定了 所有的一切 我不認為我是利益決定了一些 我不是 我不認為這是顏色 也不是強調沒有溝通 我說是利益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 包括無貓公交的部長 領導要有溝通 以及管中民管院士 自己怎麼樣看待 這一次的把管事件 上週教育部駁回台大校長 當選人管中民的拼任案 究竟原因為何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指出 關鍵在於管中民在台灣大哥大 一連擔任三個職務 只有讀懂是合法的 審計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的部分 台大在去年九月二十二號才核准 不過管中民在同年八月就先去開會 還領薪水 事後台大才跟台灣大哥大簽訂產學合作 管中民和台大都有違法問題 不過在確定把管後管中民先是PO文指出 教育部否定台大決議是台灣爭取大學自治 歷程中的重大挫敗 後來更批評執政團隊發動整個國家機器 就是不讓他當台大校長 日前國民黨立委柯志恩更爆料 教育部長吳茂坤在上任前就參加第一次跨部會 諮詢小組會議 早就是把管的黑手 明顯有政治力介入 對此吳茂坤昨天做出回應 因為我是學科學的 跟這個案子 不過他說因為我在學術界的地位 他希望我是不是可以提供我從學住 所以是潘部長找你的 對對對 整起把管案已經延燒成為政治事件 而台大臨選委員會將提訴願等行政救濟 另外管中民也打算提出行政訴訟 甚至不排除事件 看來把管爭議還會持續延燒 不過金老師我們就不談吳茂坤了 因為那會岔開來我們來還是談談這次把管的事件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情該怎麼解決 又該怎麼看待 我們來看看政大法學院副教授林家和他的說法是說 大學自治要保障什麼 並不是要去保障那一個所謂的 完全不受國家法令所拘束公權力 完全無法做任何皆都的法外之地 校長領選只要沒有違法的問題 就算教育部是他的上級機關 他的權力也要被受到限制 但是這件事從來都不是零和遊戲 不是說全有或全無 因此呢不是說任何監督干預 都是傷害大學自治 也不是說完全隨意想幹嘛就幹嘛 這種任意介入都是可以的 重點不在大學自治 而是絕對有法定權限的教育部 如何看待這個領選過程 資訊揭露的瑕疵 問題很簡單 就是管先生隱匿台歌大讀董的身份 甚至擔任領選委員會的台歌大副董 蔡明欣先生 他們這兩個關係 從來沒有機會被討論 要不要對回避 對領選重不重要 問題為什麼會搞到這麼複雜 就是大家都隨隨便便 就連結到大學自治 使得真正法律爭議被模糊 也逼得教育部接受隱匿 如果說你逼教育部 在隱匿過程當中 而導致的這個結果 那他要吞下去的話 這樣大學自治才真的淪亡無存 什麼意思呢 就是教育部如果看到這些問題 而且還核准讓管宗明 當那個台大校長的話呢 他認為這才是傷害大學自治 我們來看看那個台大法律系教授 李茂生他的說法 他就比較詭諧有趣一點 他說是不是大學自治我不懂 所以我完全無感 但是呢 他只知道自我的自治 但是自我自治前提是 私生活有沒有觸犯法律 因此台大的自治 也要限縮在合法範圍 那現在的情形是 教育部認為他有權 來介入這件事 台大認為說 教育部沒有權 那怎麼辦 就去打官司嘛 去打行政訴訟嘛 如果台大不高興教育部 初步認定 唯一方法 不是在那邊叫囂大學自治 而是向法院提告 那不提告你就吞下來 不知道這種白話文 非法律的人聽得懂 聽不懂啦 是不是只有這一條路 台大去打行政訴訟 因為看起來 您一開始也認為 教育部確實有權限 只是他濫權 那台大認為他濫權 教育部認為他是守住他的職權 那就是打官司 我其實有去參加那個反管派 在那個法律學院辦的那個活動 因為我很想瞭解他們的瑕疵還有想法 因為我覺得互相溝通嘛 那可是後來我發現 就是所有學法律的人 今天我們國家大概從總統開始都是學法律 我發現這個跟學法律的溝通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他們的想法 就是只要有什麼東西就是法 那我們這些不是學法律的人 我們認為高等教育應該是追求一個至上的 至上的這個理想 那所以法呢是下下線 確實是下下線 那所以就是 那你看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都在美國 最優秀的這個大學的領導人才 我們當年不管是教育部也好 整個大學法也好 我們花多少時間去研究 國外一流大學的校長領選怎麼做的 就你沒有好好研究嘛 教育部也沒有好好研究 高教師也沒有好好研究 我們很急促的推動 在這些大學裡面這些校長 我們要推動大學校長領選的辦法 在推動之前 我們也不拿來當一個project好好研究 所以我們的教授通通都去做那個可以深等的 研究 那我們對於社會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還是認為教育部拿基毛當令見 然後是臺大以及臺灣高等教育發展 余務 我的point是 教育部大學法頒布到現在已經這麼多年 就像剛剛那個賀老師所說的 那大家前人 可是問題這麼重要問題 為什麼不成立 你看美國 美國他在六零年代 克爾做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Kernicke Foundation的時候 寫了整個一本書 就是president make a difference 怎麼選 然後後來又出了一本書 怎麼樣去選領選校長 那人家為什麼 人家為什麼大學可以做得那麼好 就是人家整個大學領選的辦法 是非常非常的專業 然後調查所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臺灣沒有啊 我們臺灣 我們都是學院院長在競爭啊 那我先請教一下 范老師 就是我們這些 因為在座三位都是臺大 那我不是臺大 我想說這件事 到底誰是做最大受害者 我想來想去 臺灣大學一定是最大受害者 對對對 我們來看看等於這個 有兩個東西要談 剛剛那個黃武雄黃老師說 包括學生跟老師總共提了五個案子 包括要求成立校長領選爭議調查小組 被擱置了九十票對五十八票 包括說要依全責檢討校長領選過程 也被擱置了九十七票對四十票 包括說呢 這次領選瑕疵無效 這個案子也被擱置了九十九票對三十七票 還有另外兩個案 像是那個學術倫理案等等的 兩個情形 第一個 這就是黃武雄老師所說的 你其實要好好說明外界的疑慮 但是你沒有好好說明 你把這個案子擱置了 可是臺大的說法說 這根本不成案 他的理由根本不成案 所以他的不成案 不是說不討論 因為他們還是可以發言 他們討論 對他們有討論 但是認為是不該成案 第二個呢 我們光看這一個 要不要成立爭議調查小組 九十票對五十八票 剛好六成對四成 這個結果當翻上檯面之後 接下來的台大該如何團結 一起爭取國際競爭力 之前我想要先講就是說 至少從我一個念社會學的角度來講 美國的高等教育 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他們最好的大學 都是私立大學 可是臺灣這邊是公立大學 那美國 好 那美國現在公立大學的學費 已經跟私立大學一樣高 勞動階級的小孩 已經念不起大學了 所以走美國那條路不是一條好路 即使是美國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美國的很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 已經開始檢討 美國的大學也面臨到市場的力量太大 在影響大學 所以大學怎麼樣去面對 過去我們講大學這組 是從歐洲來的 他面對到的是國家 政府政治力跟宗教 因為很多大學是教會辦的 所以不能討論真理嘛 可是現在已經有一個市場財團的影響力 我請教方老師 透過這個方式 教育部去退回這個領選結果 來去改正領選的程序 會不會代價太大 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然代價是臺大在付 臺大真的代價很大 可是我很希望這個代價 讓我們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至少認為我覺得 財團的事情非常的重要 雖然有關係 可是院長跟副院長之間的關係 跟蔡董跟獨董之間的關係 是性質非常不一樣 那周老師回到剛那個 今天臺大已經有這麼高的金額 是靠募款而來的 那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 讓募款的這個財團 不會影響到大學校 那是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台大財團化 產業化這個問題 該不會看 不過周老師我請教 這就是黃武雄老師所說的 你如果臺大自己本身夠民主 夠自治 夠尊重自己 也輪不到教育部來插手 可是問題就是人家提了這麼多案子 然後學生老師都主動質疑 結果臺大都不說明 換句話說 教育部認為自己在做波亂反正 我要問的是喔 在大學臨選辦法 校長臨選辦法裡頭 既然校務會議是委託 臨選委員 處理這個事情 為什麼又跑回去 校務會議來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我 我是父母親 我委託這個孩子 來處理這個校長選舉 然後小孩子沒有 好像是沒有處理好 又讓我再收回來 這個是情何以堪的事情 法律上也不合理啊 所以就是說 雖然現在 我必須要講的是 台大絕對不是唯一的 有這個問題的學校 我就講到這裡為止 絕對不是唯一的一所 演在在前面的陽明大學 有沒有處理 那最後就是說 教育部這次處理這個管 反管事件 這件事情 卡管這個 代價太大了 我們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也選了上百位大學校長 很少出現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 有時候慢慢的學 我們的民主 其實我回頭來看 我們以為我們很民主了 我們很自製了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 我們的政黨的力量 還是非常不成熟 何老師我請教這個問題 兩套標準 就很像說我們那個 紅燈右轉 然後被攔下來 然後警察攔你下來 你跟他說 前面一大堆 比我更嚴重 闖紅燈的你都不抓 可是問題是 你真的是紅燈右轉 可是紅燈右轉 是不是構成到說 你要被重罰 甚至被抓去關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教育部 兩套標準 包括讀懂的這個問題 監委長櫃 王美玉他就說 開始要糾正 大學校長 這個領選 同一個董事 就是像是陽明大學 為什麼你教育部 迅速認可 臺灣大學 你就一再要求解釋 譬如說到中國大陸去教書 國民黨團就說 管中敏跟內政部長 葉俊榮怎麼兩套標準 你一個要徹查 一個就沒事 再來人選爭議的時候 臺大政治系的 兼任教授李錫坤 那個坤批呢 他就說 吳茂坤自己爭議也很大 怎麼教育部 你要求部長的時候 是用這個標準 要求臺大校長 是用那個標準 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張 這個是證交所提供的 郭旭松 陽明大學的校長 他在當選 陽明大學之後呢 辭去新月公司的 獨立動作 他同時也是 新月公司的薪酬委員會 的召集人 他沒事 管中敏有事 我想啊 所以大家非常譴責 教育部 我們只能說他無能啦 而且他真的是 做事情是不夠明快 也沒有一套標準 像陽明的事件 本來就該處理 那這個 吳部長他自己事情 我覺得他負的是政治責任 也應該要嚴格的來處理 這是我們學界的一個要求 那你今天弄到這樣 這個事情我覺得 我很難過的 他已經不是在爭執這麼細微的 一個行政處分的問題 而變成了一個政黨的鬥爭 他整個把統獨的鬥爭 帶到臺大的校園裡面去 這是我說我想哭的一個 一個原因 那我覺得剛剛我們看到 王健壯先生 他是非常資深的這個媒體人 你看他頭一句話 他已經沒有一個記者的一個 中肯的一個評論的價值 馬上就把他一下就要推翻到 整個是好像要把這個政府推翻 那個味道 那個政證的味道 太濃厚了 所以我一再地說 這次其實教育部是很窝浪 很雀弱 然後不想管事 這次是因為臺大的事情 引起太多的注意之後 太多的人去連署啦 去申請啦 去要求啦 他才逼不得已 你才出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想剛剛也講過 大學自治 當時我們爭取的時候 只是講的是學術的自主 那你在行政的上面 教育部絕對 他是他的上級機關 他的經費 你說雖然是靠募捐 可是他真的核心還是靠著教育部 教育部自從大學自主以後 很多事他都去放任 他不過問 然後他藉著金錢的控制 財政的控制 來控制大學 所以這都是我們 不是說臺大這個 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去反省是 臺大真的是從開始 第一任的校長選舉以外 他自己就是自毀前程 一直在裡面獨裁 專制會議開得一塌糊塗 我想金老師很多很多經驗嘛 這個到今天才會呈現這樣的結果 所以您還是認為 儘管臺大在這件事 付出極高的代價 但無損大學自治 可是有損 當然有損 因為你把大學自治 這樣的定義 非常的模糊化 而轉化回一個政治鬥爭 誰損 當然有損 對臺大真是很難過 誰損的大學自治 台大自己損 還是教育部損臺大 都有損 教育部他顯現他的無能 從開始就知道他沒有堅守 再高等教育沒有領導力 拜託你好不好 他台大他沒有堅守 大學自治 我們當初追求來的 這麼樣的一個高標準 自我要求 沒有治律 他從他的領選辦法定的 就是荒腔走板 周老師這件事有損到震大嗎 當然有啊 我想很多學校都做了 當然有啊 國立大學 整個高校都受傷 整個都受傷 理由是 而且才發現到 我們爭取了二十多年的大學 校園自主 這個學術自由 原來是這麼樣的脆弱 那這裡頭 大學本身當然有責任 但是呢 我覺得政黨的利益 實在也應該真的 這個時候要考慮 不要再介入了 方老師你怎麼建議台大 接下來該做什麼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說大家都已經付出代價了 但是正好把校長領選的事情 頒在檯面上 以我在台大教書十年 我覺得領選辦法 有很大的問題 太多問題了 就是說 只是過去 大家覺得這個程序 沒有爭議就算了 那我舉個例子 你沒建議 你沒辦法講話嗎 二十一席裡面 台大校友總會 可以推薦兩席 所以台大從上下到下 要開一個 叫做類似國事會議的 校事會議 我覺得教育部跟台大 如果能好好檢討到 是一件好事 我剛剛還沒有講完 就是說 最近宜蘭的台大校友會 他是理事 台大校總會理事 他出來講說 台大校友總會 推薦的兩席 從來沒有開過會 不知道是誰決定的 現在才發現 原來這兩席 還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領選委員會裡面 所以那台大的校友總會 上面是什麼 他的網站上寫著 榮譽總總理事長是孫正 然後那個理事長是李四成 所以範老師你的意思 從頭到尾好好檢討 好好的檢討 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 是一個契機 趁機來檢討領選辦法 如果大學法不足 那就好好的修 金老師你的建議 台大是要堅持到底 不重新領選 然後讓代理校長一直打 打到所謂的行政訴訟 因爲止 是這樣嗎 那台大不是傷害更深嗎 台大要鬆手要放手 重啟領選機制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台大校長 好像他們前陣子開過 開過那個什麼高階層主管 主管會議 我到底也沒有做過這些高階層的主管 所以而且再包括我們這次的這個 校長的領選的候選人 就有副校長 就有副校長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比較重要的一個做法就是 台大真正可能可以 我記得我當初在校會提案的時候 就台大應該有一個高層教育研究委員會 是 就研究 那那個都那個研究委員會 十年前如果照我的意見 作證的經驗 大概在被受養的期間就有這樣的念頭 陳紀霖二十六歲 從家服自立兒童變成對養人 你的小朋友找到了嗎 找到了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很像的吧 曾青青75歲 曾經是第一收入戶 五年來任養五個國家十六位孩子 很感動啊 差點就哭出來了 不一定要等到很有錢 才來撫養這些比較弱勢的小孩 他們遠從史瓦基蘭 蒙古吉爾吉斯 越南柬埔寨來台灣圓夢 他們飛了兩千公里 從台灣到柬埔寨 馬勒的大地之歌 是一首融合東方天人境界的交響曲 也是西方美學歌曲的結合 《月星之時》二十週年系列 將全新詮釋馬勒的曠世舉作 公事之友會員付十五人郵票 可索取票券兩張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參考公事網站 我來電 02-2633-2000 轉九詢問 我打掛星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